我想问189,他自己前后买了三次 他说现在的平均买入价推高到$15 他说也有两万股 只是考虑是否需要开始逐步减磅 还是你觉得也可以辞货多一会儿呢? 可否提供一些意见?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部分股仙 例如吃三分一 因为它也是升得急的股份 它的概念是有的,为什么炒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它做的业务涉及到一些电池相关的 因为电池里面有些物料 它是有这部分的业务 所以大家现在常在说电池 就是说新能源汽车、电动车 涉及到电池 电池有一种物料 其实东岳正在做这个业务 所以它有这个概念 不需要它的股价如何升得那么厉害 你看到这个图 其实它近期7月到8月都是这样的 它调整都是守着二天线的 所以你可以用着二天线作为离场指标 即是如何部署呢? 可能你这些位置 吃了三分一 余下的三分二拿着它 就以二天线作为离场指标 当日后真是跌穿二天线的 你便连三分二的货也放进去 你可以考虑用一个这样的形式做的部署 好感谢 我是为了 怎么能有的 就是 然后 就是 感谢观看